本月20号岛内所谓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与民进党中央将分别在台北和高雄举办游行活动 民进党中央的说法是南北呼应但遭到所谓独派人士打脸 如何看待这场民进党与所谓独派南北尬场公开互私的闹剧 民进党中央打的是什么算盘 台湾时视评论员邱毅蔡正元有全面观察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近日访问台湾 18号上午还参加了由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参与主办的公开活动 美国高官频频到访台湾有何图谋 此外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口口声声说台湾没有抱美国大腿 没有选边站 这些话又是说给谁听的 台湾时视评论员邱毅蔡正元带来深入解读 当地时间10月17号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于当日向位于瑞士的万国邮政联盟递交了退出申请 启动退出程序 如未来一年未能与万国邮政联盟达成新协议 美国将会正式退出 美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时视评论员郭献刚为您带来独家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赚 六鬼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鬼符珠宝 剧名播出 首先来看台湾岛内新闻 所谓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计划 本月20号在台北开达格兰大道进行一场 以所谓独立公投证明入联为诉求的集会活动 民进党中央此前曾决议 党公职人员不得参加 16号 民进党宣布将在20号与高雄另外举办一场主题近似的游行活动 民进党方面称 这是与喜乐岛联盟南北呼应 但该团体总召集人郭倍宏博确说 民进党根本没有打过招呼 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早在9月19号的中常会中就做出决议 以举办时间不适宜 活动地点不恰当 诉求将使选战失交为由 严禁各级党公职及参选人参加所谓喜乐岛联盟 在10月20号举行的所谓正民公投活动 引发岛内所谓独派团体的强烈不满 16号下午 民进党中央决定由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等 20号在高雄主办一场所谓反并吞护台湾游行 据了解这个主意是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的竞选总干事刘世芳提出的 外界解读为陈其迈选情堪忧急需拉拢深律势力 民进党中常委选举对策委员会负责人陈明文表示 民进党并不反对所谓喜乐岛联盟在台北的活动 民进党在高雄办活动是与其南北互相呼应 对于这样的说法喜乐岛联盟召集人郭贝宏17号出面予以驳斥 我感觉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折不扣 那是一个假新闻 人家要回应 他不必负责人 我们这台的主事 大家可以参与看看 所谓喜乐岛联盟与民进党公开互私不止这一桩 由于台北市政府以凯达格兰大道路权已经被别人先申请走为由 驳回了喜乐岛联盟的路权申请 喜乐岛联盟指责民进党故意不核准路权 20号原定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的活动 干脆移视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底下举行 17号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表示 民进党或台当局都没有集会游行的核准权 相关权责在台北市政府 喜乐岛联盟不时宣称民进党不核准凯道路权是刻意的污蔑 民进党无法接受这种指控 正式要求喜乐岛联盟澄清道歉 另据报道 对于民进党要在高雄另外办游行活动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质疑说 现在选举一到又要拿台湾之名来消费 且地点选在高雄为陈其迈造势意图明显 所谓完全执政到头来却还是只能消费台湾 台湾真的需要这样的执政党吗 对于这次民进党和所谓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之间 要南北尬场的闹剧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等岛内有识之士 进行了深刻分析 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以前民进党把台独看成是神主牌 把喜乐岛这些坚定的台独主张者 看成是铁卫军先锋队 如今却变成了卫生词 张亚忠认为民进党自诩是所谓台独2.0 批评陈水扁和喜乐岛是所谓台独1.0 其十二者没有本质不同 民进党纯粹就是出于选举考量 陈水扁在台南独派的那一层票 那一层票只要不投给民进党 而是投给许中信或是苏患志 民进党的黄伟哲在台南就会倒 所以他们在高雄要有这么大的动作 就是为了要把南部的基本盘全部抓回来 这个詹顺柜 从詹顺柜像卫生纸一样被丢弃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向来宣称 它是跟环保站在一起的环保破功了 我们看到黄黄雄从转型正义委员会辞职以后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转型正义也破功了 而今天喜乐岛带给我们全台湾人最大的喜乐就是 当喜乐岛出现 而蔡英文说官派公持都不准参加 否则党继处分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正名制限 这个台独建国也破功了 有分析人士看来 党内所谓台独势力这次公开互相拆台 更证明所谓台独就是一个伪命题 就算将来台独3.0版 你还是一样走不出去 所以关键在于说台独的本身就有问题 而不是一个你要用缓独还是激进独 这个选择的问题 整个独就出了问题 所以你的缓独或者说激进的独 也是毕竟是死路一条 好的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河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杨阳 我们首先感谢岳华不秀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岳华 我们要来关注相关话题 民进党在本周二的时候 临时提出要在周六在高雄举行游行活动 它的主题还与所谓的台独团体喜乐岛联盟 周六要在台北举行的游行几乎是一致的 那民进党中央的说法说是这样的做法叫南北来呼应 但是外界却认为根本就不是是南北来尬场 这其中有怎样的盘算 我们请教一下邱毅教授 我们知道绿有大绿跟小绿 大绿是民进党小绿叫时代力量 独派独台独也有老独跟新独 或者叫做台独1.0 台独2.0 那这一次他在喜乐岛的大概都是老独 老独包含什么 彭秘民啊 李登辉啊 陈水扁啊 吕秀莲啊 这些所谓的老独 那另外呢 蔡英文这个是依附于美国 抱美国大腿 他的台独2.0是新独 所以在这种喜乐岛的老独跟蔡英文领导的新独之间 本身是有矛盾的 本身有矛盾可是又不能明说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一开始民进党第一个决定是说 不准公职人员参加喜乐岛在台北的活动 若参加党纪处分 可是后来发现这么做的话可能会调选票啊 所以就在高雄也办了一场 那高雄这一场很有趣 刚才贺兰不是说吗 跟台北喜乐岛的几乎是一样 台北是不能民进党公职人员不能参加 参加党纪处分 高雄怎么样呢 高雄是规定的 每个都要来 不但都要来 还规定每一个人立委要多少辆的游览车 议员要多少辆游览车 每个还有分配 动员的配额的 所以截然不同 这摆明的就是要把台北喜乐岛的游行 把它给孤立化 把它给缩小化 把它给边缘化 如果民进党现在高高在上 政权稳固 他对独派不会那么在意 所以民进党知道即将政权不保 民进党也分析过蔡英文谨慎的 两层支持度里面 独派占的比例非同小可 所以独派即使是一个激烈的 极端的团体 也必须拥抱 所以才会有高雄拼场 南北拼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从这里看出来 终归总结一句话 民进党这个动作显示 他大危机了 有人说民进党危机处理的很好 这是个高招 机关算性的高招 我要请问大家一句话 若不是危机很严重 怎么有危机处理太好的问题 就是危机严重 所以才有危机处理的问题 所以证明了现在的民进党 不管对外吹到什么程度 他其实的自己知道 民进党已经面对了 一个即将解体 即将崩溃的危机 好 我们谢谢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蔡振元 蔡先生 第一点的话 就是关于本来周六的话 所谓喜乐岛联盟 它的活动 民进党方面祭出党祭 那么另外的话 现在的话双方 双方的话因为一些事情 比如说喜乐岛联盟方面 和民进党之间的话 是互相杠上 有要叫道歉的 有要叫澄清的等等 各种情况都有 那我们想请教您的是 是否意味着从这一次开始 民进党的这些高层 包含蔡英文在内的话 有可能再思考一件事情 要不要跟这些所谓的 深律极毒的势力 做一些切割 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 切割不切割 就像邱教授讲的 本来就是两套人马 在共同争取同样的政治资源 什么政治资源呢 就是争取政治上的选票 职务 权力 政治现金 跟地盘 所以这个争执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那在这一次 郭贝宏准备推动一个 所谓的公投的一个大游行 基本上也看准了 蔡英文这个对外缓毒 对内击毒的这样策略的矛盾点 因为你对内击毒的话 就一定会散起很多的 独派的气焰 那都要缓毒的话 又会使这个独派的气焰受到挫折 所以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夹缝中 就是郭贝宏他们想要发展的空间 所以他趁这个机会要发动 但是郭贝宏的这个号召力 在台北地区是没有人理会的 台北地区的选民的素质 各方面都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把戏 所以他虽然说声称在台北市办游行 他的人主要都还是从中南部去拉人 弄了很多游览车 到中南部各地去拉人 但他们都忘了一件事情 今天的台湾已经是手机网络时代了 所以上街游行是旧时期时代的把戏 多年前就上街游行 可以上电视转播 可以产生很大的这种号召力跟吸引力 现在上街游行 电视转播根本没人看 你在转播也没什么用 所以你根本就搞错时间点 如果今天是2010年以前 也许还有把戏 2010年以后 台湾的手机已经到了 手机的数目比人口数目还要多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把戏可以搞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政治斗争只是会加深蔡英文 跟郭贝宏两个人的政治恩怨 然后郭贝宏会觉得说 你干嘛跳同一天来挡我的路 你为什么不是隔一个礼拜 或找一个礼拜 第一个他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第二个你表示不跟我凑在一起 你就不是真正的台独 他就为这个理由开始产生很多的斗争 然后郭贝宏这一次成不了事 明年开始民进党的 所谓的最高领导人的初选 郭贝宏也想办法会去阻挡蔡英文 以报一箭之仇 因为郭贝宏这个人 是有仇报仇的一个角色 一个狠角色 而且他旁边都是谁 都是以前都反对蔡英文的人 什么郭姑宽明 什么一挂着都是反对蔡英文 对啊 这些人一肚子气没地方发泄 那不动员明年来修理蔡英文 所以明年蔡英文 郭贝宏还有好戏看的 好 我们谢谢蔡先生 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其实刚刚我们两位来宾的话 把这之间的这些盘算 斗争都说的很热闹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岛内现在有一个观点 就是民进党方面跟深绿 或者所谓台独团体之间互相斗来斗去 这次好像有点热闹 但是真正他们诉求的这些目的 都是为了台湾好 就比如说像今天台湾的一家 非常重要的报纸 中国时报的话 它的社论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点名这次的活动 究竟这些人是在爱台湾 还是在害台湾 就是爱台湾还是害台湾 就这些相关的观点 我们要请教一下教授您的分析 不管是在台北的喜乐岛所办的 所谓的独立公投 或者是在高雄 民进党所办的 蔡文领衔的 这个所谓的反并吞 这个护台湾的游行活动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虽然在高雄的活动 没有所谓的公投两个字 但是他们的骨子里面 都是一样的 都是走台独路线 所以对台湾来说 你搞台独对台湾 有任何的好处吗 而且基本上 台湾的经济高度的 依赖大陆 两岸又同属中国人 两岸一家亲 你硬是要把台湾与大陆切开 说你台湾要独立 台湾要跑掉 你对于台湾的发展 有任何正面的效果吗 没有啊 表面上来讲蔡英文 原来叫公职人员不要参加喜乐岛的活动 一旦参加党级处分 也是为了跟喜乐岛的台独活动 做台面上的切割嘛 但是他现在高雄也办了一个反并吞护台湾 那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你已经把台独的路线 把台独的狼子野心 已经自己摆在台面上了 以后你蔡英文说我要维持现状 我不是台独谁信了 只不过说过去蔡英文比较隐晦 用所谓的维持现状作为包装 本职一模一样都是台独 而这种台独路线对台湾来说 就是一条死路跟绝路 所以当然是害台湾 那么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 16号至21号访问台湾 18号上午 他出席了一个媒体研讨班的开幕式并致辞 那么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 以及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等人均陪同 而就在昨天的时候 吴钊燮还在台立法机构做出相关表示 表示说我们没有抱美国大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据台湾媒体报道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17号表示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 首次到台湾访问 预计将与资深官员 学者和市民社会领袖会面 18号上午 巴斯比参加了 由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与台外事部门 台湾民主基金会 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班开幕式并致辞 该研讨班名为 培养媒体食毒以捍卫民主工作坊 目的是为了防毒所谓假新闻 当天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 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丽英杰等人 也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舆论一直对台湾当局 警报美国大腿感到担忧 近日国民党智库表示 台湾过度亲美抗路 台湾选错边压错宝 以后恐怕会被美国出卖 17号有民进党民意代表 就这一问题质询吴钊燮的意见 吴钊燮便称 台湾没有抱美国大腿 我们一定是非常仔细的评估 非常认真的评估 只要符合我们台湾 利益的事情我们才会去做 所以没有所谓抱美国大腿 没有抱美国大腿这件事情 也没有选边站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选择我们自己的利益 吴钊燮还叫嚣 面对近年来大陆持续崛起 扩大运用硬实力及锐实力 台湾要以软实力及暖实力应对 据了解暖实力一词 最早是台当局行政机构 所谓政务委员唐凤提出的概念 对此有民进党及民意代表 要吴钊燮讲清楚 什么叫做暖实力 我想问一下 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叫 温炮 温炮我还算上网找一下 因为从来没听过这个字眼 后来发现有一件暖暖衣 用温炮这个字眼 到底什么叫温炮 你给我定一下好不好 不在你所了解的 政务委员所说的温炮 温炮就是能够给世界各国 带来一些温暖 能够带来正面的这些贡献 本周有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 来到了台湾 他的层级是副助理国务卿 那么他公开参加了相关的活动 那么现在外界的舆论 就在关注一个焦点 美国官员再度的来访 是否意味着 美国相关层级的官员 未来访问台湾 会呈现出一种所谓常态化的模式 而这其中包含了美国人怎样的意图 我们要请教一下蔡先生 我们首先弄清楚美国官员 他的位阶 在美国的体制上 所谓的国务卿 就是我们讲的外交部长 那什么叫副国务卿呢 就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那什么叫做助理国务卿呢 助理国务卿就是外交部的师长 他们的确往下就有个副 助理国务卿就是外交部的科长 美国外交部的科长 那跑到台湾来参加民进党政府所办的一个活动 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就代表着美国国务院相当程度 有节制的在支持蔡英文政权 但是要跨越到两岸事务 跨越到比较复杂的国际事务的时候 他们这边表示有所节制 也传达个讯息给北京说 我虽然表达支持台湾的政权 可是我多多少少有在看你的面子 看北京会有什么解读跟反应 可另外一方面 现在又是台湾的选举之前 现在参加民政权 在距离11月24号的选举 已经摇摇欲坠了 看得出来很多地方都已经决定是输掉了 台北市输掉 新北市输掉 宜蘭输掉 澎湖输掉 彰化输掉 台中可能输掉 那高雄快要输掉 那你说他紧张不紧张 他当然是很紧张嘛 所以在这个局面底下 美国人想要给蔡英文一个温暖 等于在台湾的媒体上面 帮蔡英文政权造势 可是问题是 台湾老百姓 台湾选民会买单吗 我是怀疑 为什么 第一个 这官员位阶实在是不高 大家不要给他头衔给糊弄住了 但是美国人就善用这种头衔 让你民进党政权能够带台湾 给选对选民糊弄糊弄 所以他基本上玩的是这种游戏 所以我是觉得 他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 测试测试大陆的反应 我想他真意也在这里 我们谢谢蔡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要再来看的是 在蔡英文方面的一些态度 自上周蔡英文所谓的这样一个双十讲话 被外界批评说 是有跟风之前的时候 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 在有这样的论断之后的话 从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开始 若干的这样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官员 频频的出来抛出什么样的观点呢 说台湾方面没有再抱美国人大腿 类似这样的论述 好 那么现在选举在即 以及中美关系微妙之际的话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去宣传这样 没有选边站 也没有抱大腿的情况 体现出了怎样的心态 我们要请教一下邱毅教授 吴钊燮是在立法院里面回答 讲了这段话 那吴钊燮呢 刚跟美国的AIT 还有刚才郑元兄讲到的 台湾的民主基金会 合办了一个媒体的工作坊 这个工作坊的主要的目的是 它干嘛 它辨识假新闻 而吴钊燮讲了这段话 说台湾没有抱美国大腿 没有选边站 它就是个典型的假新闻 那吴钊燮 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不是讲吗 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 台湾可能一夜之间 就被大陆解放军攻下来了 你吴钊燮这个话 是讲给谁听 不是告诉美国人民说 台湾要抱住你美国大腿 前段时间 郑元兄也评论过啊 美国CNN不是放了一个消息 说美国在11月的时候 要在台海办大规模军演 办大规模军演之前 研究船要不要探测水文 当然要啊 所以研究船来了 这跟前面的那一个新闻 要台海军事演习的新闻 是结合在一块的 所以他故意放在那个地方 要测试一下 大陆的农忍的底线为何嘛 而台湾也知道 这么做倒霉的是台湾啊 那为什么会同意 因为你抱美国大腿啊 你选边啊 你蔡英文在双十讲话 站在台上讲的一大堆 你敢摸着良心讲 你不是在呼应 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吗 选边再给台湾带来灾难 不但是台湾没尊严 对台湾发展不利 致台湾人民于水火 让台湾人民觉得 人为刀除我为鱼肉 很丢脸 会丢选票 对选举不利 所以虽然做 大腿抱得很紧 嘴巴还喊着说 我没有抱大腿 我没有抱大腿 所以我说这才假新闻嘛 要媒体记者辨识假新闻 这个就在假新闻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 21世纪的怪现象 官场现行计 我们谢谢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刚刚教授有提到 台外市部门主管吴钊燮 昨天的可能在立法机构的相关回应 他冠上了一个叫 搞不好就是假新闻 我们接下来再顺着这个 这个新闻吧 我们一起再挖一下 就吴钊燮的话 在相关的表态里面 还提出了一个概念 我们要和蔡正元蔡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没有可能也符合 也符合这个相关假新闻的概念 就是吴钊燮说 台湾要发展暖实力 什么是暖实力呢 是温暖 温暖的暖实力 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会这样提出来的呢 以及说台湾具备不具备这样发展 所谓暖实力的一些资本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蔡先生 您的观察 暖实力不是假新闻 而是假惺惺的新闻 这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罗智正自己也看不下去 他说这个暖实力 你用英文讲叫warm power warm power是台湾有一个 内衣保暖的广告在用的 说穿了这个保暖内衣 会觉得粉身很暖 叫暖实力 是有这个品牌的 你拿来当 把内衣广告的用词 拿来当一个政策的说明 怎么说的怎么怪啊 第一个说不通 暖实力的对面就是冷实力 什么叫冷实力 我也听不懂啊 没有冷实力拿回来个暖实力 我听不懂 好 第二个 我们善意地解读它暖实力 你民进党政权 有真的要暖实力 让很多人觉得你很温暖吗 你对台湾内部的老百姓的人民 有感到温暖吗 年轻人有感到你民进党很温暖吗 薪水老是在那个22K边缘 在那边爬来爬去 军工教背的砍了一大堆退休金 然后缩减了消费力量 使得台湾很多的小吃啊 小生意人啊 根本就活不下去 那你对台湾自己内部 你有暖实力吗 没有 第一个看不出来 民进党政权只对一个国家 伸出温暖 就是日本 而且你又比日本还穷 所以表示什么 你是锦上天花拍日本欧寇的马屁 那你吴钊县我们也知道 他在台湾的外交机构负责的位置 其实早就摇摇欲坠 实在蔡英文找不到人接 上次还闹出 关西机场 日本关西机场很多台湾的旅客 在那边困住人 无法去救援的事情 还蒙这个大陆的大阪领事馆 申以援手 那你不是丢人吗 换句话说 有暖实力也是大陆的大阪领事馆 不是你这个民进党政府 而且他们其实像罗正这些人 早就希望吴钊燮赶快走 可是实在是找不到人可以接替 所以就僵在那边互相斗嘴 所以什么叫暖实力 就是让天下哈哈大笑的一个说法而已 好 我们谢谢蔡先生的分析语点评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还给福州演博士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院博士 我们来关注党内选战话题 据台湾TVBS最新发布的高雄市长选情民调 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支持度上升至42% 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支持度降至35% 这是韩国瑜支持度首度领先 TVBS民调交叉分析发现 民进党认同者有78%表态支持陈其迈 较上次调查减少7% 13%支持韩国瑜 较上次调查增加6% 国民党认同者则有89%支持韩国瑜 仅4%支持陈其迈 中立选民支持陈其迈比例 略降至27%而支持韩国瑜比例则增至44% 较上次调查上升8% 综合结果显示 陈其迈支持度为35% 韩国瑜支持度为42% 韩国瑜领先7个百分点 该民调也询问民众对陈其迈 韩国瑜两人的喜好度 结果显示民众喜欢陈其迈的比例 有37%减少5%至32% 不喜欢则增加3%至30% 韩国瑜喜好度则有35% 增加4%至39% 不喜欢比例则维持21% 对于谁较能胜任未来高雄市长工作 民调显示 34%民众认为韩国瑜较有能力做好 高瑜认为陈其迈的26% 34%没有表示看法 韩国瑜在高雄的支持度越来越高 各方关注民进党将会怎样对付他 日前陈其迈阵营就借口 有人在网络散播所谓假新闻 而计划对韩国瑜的网络粉丝团编辑提告 好好的正视这种不实的讯息 那应该自己要能够有所节制 韩国瑜的粉丝团的小编 针对分享我们查到的这些 所有在传播的 我们已经提出告诉 台内务部门主管徐国勇也表示正在查办 对此韩国瑜粉丝团的义工决定 主动关闭脸书专业 以避开民进党的抹黑乌贼战术 不料民进党团17号下午又召开记者会 痛批韩国瑜自导自演 想栽赃给陈其迈 韩国瑜应郑重道歉 对此韩国瑜回敲 绿营选战打得太低俗 黑造谣之外 开始采取司法行动 接入选举 我韩国瑜真的是吃素的吗 我真的是不讲话吗 你再想一想看我的个性 我可能是被那种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人吗 眼看韩国瑜气势如虹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跳出来唱衰 再次发下毒誓 称如果韩国瑜当选 他就去跳海 最后是韩国瑜真的贏了 你也安全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我真的爱过去跳海 跳海 王世坚这个傻子 我也绝对不会同意他这样做 你跳海 对他有生命危险 如果我选上高厢市场 我只会鼓励王世坚跳爱河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 当地时间10月17号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于当日向位于瑞士的 万国邮政联盟递交了退出申请 启动退出程序 如未来一年 未能与万国邮政联盟达成新协议 美国将会正式退出 美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时事评论员郭现刚 为您带来与家分析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赚 六鬼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鬼符珠宝 具名播出 我们来关注今日中报话题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举动 再添一桩 当地时间10月17号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于当日 向位于瑞士的万国邮政联盟 递交了退出申请 启动退出程序 如未来一年 未能与万国邮政联盟达成新协议 美国将会正式退出 两名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 在当天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 万国邮政联盟当前的终端费政策 对美国并不公平 多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在国际邮件计费问题上获利 这种做法伤害美国的邮政行业 和出口企业 白宫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说 未来一年内 美国将在万国邮政联盟内部 就新规则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 如不能达成协议 美国将退出万国邮政联盟 声明同时说 不管协商结果如何 美国将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 尽早开始实施美方自定的终端费费率 实施日期不会晚于2020年1月1号 所谓终端费 指的是及各国邮政运营商 在本国国内运送来自他国邮件时 从他国获取的收入 此次特朗普政府宣布 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程序 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早在今年8月 特朗普就曾签署一份相关备忘录 指示美国邮政总局取消国际邮政折扣 并与万国邮政联盟 重新谈判国际邮政费用 特朗普政府认为 低廉的终端费 使得一些外国企业 能够以极低的快递费 向美国消费者发送快递小包 使得大量外国商品廉价涌入美国 比美国本土卖家更具市场优势 纽约时报表示 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决定 是在特朗普的强硬派贸易顾问 纳瓦罗的敦促下做出的 他认为此举是挫败中国的一种方式 也是挑战世界贸易组织 等国际集团权威的机会 万国邮政联盟是联合国为磋商国际邮政事务 而专门设立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1874年成立 后来归到联合国系统之下 总部设在瑞士博尔尼 有192个成员国 每4年开一次大会 商定终端费 一国一票 投票结束后18个月内实施 自1969年开始 该组织就规定了贫困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 低于发达国家的邮政费率 据了解 目前从发展中国家 发往美国重量低于4.4磅 约2000克的小型邮件 将享受优惠价格 美国政府认为 该协议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希望让小型包裹 也应参照重量4.4磅以上包裹 进行自主定价 但是万国邮政联盟 在今年9月份的会议中 拒绝了美方的请求 美国政府随即表示 希望退出该组织 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国政府已先后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好的 这次话题 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显刚先生 纽约时报提到 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的决定 是在特朗普的 强硬派贸易顾问 纳瓦罗的敦促下做出的 那么在他看来 这一举措 是挫败中国的一种方式 不过舆论普遍认为 特朗普此举 无疑牺牲的是 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 对此您有何观察 按照过去 万国邮政联盟规定的 各国都会收取 境外既往本国邮件的 终端费 也就是邮费 那么按照过去的规定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 它收的是比较低的 那么在特朗普看来 美国吃亏了 让别的国家占了便宜了 所以他要重新 和万国邮政联盟谈判 如果谈不成 就国际上的一些规则 不满意 他这样做 确确实实是 增加了美国民众 在邮政方面消费的成本 因为终端费的提升 必然会转化为邮件成本的上升 那么这个谁来承担 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 所以最终美国国内的老百姓 会为这个买单 同时它也不可能能够阻挡 或者说减缓 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速度 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商 中国的快递业务发展的很快 而且物美价廉 特朗普想通过增加这方面的费用 就想减缓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速度 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分析认为 美国想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 与其国内邮政体系乱成一锅州的状况 也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邮政去年的亏损达到了27亿美元 特朗普的这个决定是否带有转移国内矛盾的意图呢 它不仅有转移国内矛盾的意图 而且它还有着远于中期选举的增加选票的需要 因为美国的邮政系统人员庞大 不能随便财 财的话会影响到当地国会议员的地位 因此谁都不愿意触犯烫手的山芋 因此现在这个局面就越来越糟糕 入不敷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政府在这11月中期选举前夕 他又采取这个措施 很明显的是带有从选举政治的考虑出发的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作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尾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为见证改革开放40周年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主办的 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型联合报道活动 18号上午在北京正式启动 海峡两岸网络新媒体大陆型 是两岸首次以网络新媒体 为主体举办的新闻交流活动 由两岸50家网络新媒体 100余名记者组成联合报道团 将以北京为起点 依次前往天津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等地采访 从经济 科技 文化 民生等 多角度立体报道 大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 围绕改革开放40年 大陆的经济发展取得的程度 围绕在40年来 在改革开放大的意识背景之下 广大台包抬起 参与大陆的改革开放事业 我们两岸同胞 分与同胆 与全身的共识 无论形势怎么变化 我想都是为了 为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 这个是两岸青年人的交通合作 我们搭建一个新的平台 本次活动历时16天 地域跨度大 题材多 体验广 既是两岸新媒体的首度大规模合作 更是广泛运用互联网新技术的一场 深度融合采访 新浪美国今天也是 不容易提供全面的支持 现在我们这个话题叫做两岸一岸 像我们这个今日头条两岸巡星项目 也是应用这个今日头条精准地理推送 帮助这些在台湾的老兵 还有这个老兵后人 找到他们大陆亲人 博士毕业过来 其实对大陆还是有点陌生 所以我觉得大陆企业 对我们台湾青年的考虑 其实非常多的 我也非常非常感激 这个集团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想我们两岸的新密集人 通过他们广泛的参与 能够写出一篇篇 能够发出一篇篇 已经不用写了 新密集时代 能够发出一篇篇 有态度 有温度 有感情的 这样一些好的作品 能够走进两岸同胞的心里 走进两岸年轻人的心里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儿维码 或者搜索 关注海峡新杠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多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杠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今天的海峡新杠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